本节目由李懿晴杨杂哥提供赞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懿晴 今天来到了张碧古堡 先给大家秀一个 怎么样 帅吧 今年53岁的我 还这么帅 这就是硬道理 还不订阅我 张碧古堡 是4A级旅游景区 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 罕见的古代小型城堡 它集中了夏商的古代遗址 北朝的地道 金代的墓葬 元代的戏台 明清的民居等古迹 特别是北朝的古地道 可寒庙 琉璃碑 为全国罕见 整个村子按照星象 和堪余的理念建造 地面布局与天上的28型绣相对应 因此 也叫中国星象第一村 张碧古堡位于 山西省介修市 龙凤镇 张碧村 是一个小城堡 具有很好的 军事防御功能 古堡海拔1020米 三面沟壳 一面靠山 地势险要 一守南宫 其地下 建有长约万米 上下三层 攻防兼备的古地道 古堡宝墙 1300米 面积12万平方米 南北宝门附近 各有一个宗教建筑群 有观地庙 可汉庙 空王行祠 二郎庙等 宝内有一条红色条石的主街 红顺街 长不到300米 连接着南北宝门 两侧分布着七条幽深的古巷 整座古堡南高北低 四周有高约10米的墙 经历千年威然屹立 古堡地下遍布地道 四通八达 并与地面建筑巧妙勾连 地道为三层建筑 高层距地面2米左右 中层距地面8至10米 底层距地面17至20米 地道呈网状结构 高约2米 宽约1.5米 弯曲迷离 走进去容易迷路 宝外 北面和南面的勾崖间有洞口 既可作为进出口 又可用作绍卡 地道内有通风口和水井 地道洞壁上 每隔一段 都有一个小坑 距离不等 是放置油灯的地方 高层 有未养牲畜的土槽 中层洞壁下方 每隔一段 都有一个2至3人睡觉的土洞 底层的地道有粮仓 长11.5米 高7.5米 宽5.5米 如此地下工程 绝非民财民力所及 是军事需要 对外保密的战略设施 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欣赏吧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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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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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